大家好,大家好,刚刚结束的HSK6级的考试,大家考得怎么样呢? 那现在一起跟老师来看一下HSK6级考试的总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考试的难易度,在听力部分呢,特别听力的第一和第三部分,老师觉得非常难。 因为在选项还有听力里面出来很多固有名字,专有的固有的名词,那对学生来说呢,这个非常难,因为是自己不熟悉的方面。 第二部分interview采访呢,我觉得不是那么难。 好,阅读呢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选并句,很多同学都觉得这是最难的一个部分, 但是在这次考试中,我觉得第一部分呢,不是那么难,因为有很多问题,老师在上课时说过。 然后第二第三部分呢,跟过往的考试的难易度呢,差不多。 好,第四部分呢,非常难,因为出来很多学生们不熟悉的方面的内容, 所以这部分词汇呢,很难,所以第四部分老师觉得是最难的。 然后书写呢,这次我们写的是现代的一个名人的故事,运动选手的故事, 因为是现代的文章,所以理解上呢,不那么难,比较容易理解。 好,那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各个部分的题目。 首先听力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呢,出来题目类型最多的是说明文, 有一半的题目呢,都是说明文,那其中有植物, 那有一个题,ABCD主语都是植物的名字, 虽然这个植物呢,大家可能不知道,不认识汉字, 没关系,我们看后边不一样的部分。 那其中有一句话说,这个植物的叶子会随着阳光转动, 选项里面有一句话,叶子随着阳光转动,这个就是答案。 好,还有呢,冰川,冰川呢,有个平哈, 齐连山冰川的内容,那其中有一句,有一个词,退缩, 退缩,我们是需要缩,缩小,对吧,就是减小,变小的意思。 所以他有说到,齐连山冰川的面积退缩, 那么选项里面有一个,冰川面积变小,或者减小,这个就是答案。 好,还有呢,关于疫苗, 哦,疫苗是什么? pixing,疫苗,哦,其中有说到, 疫苗的防护作用不是绝对的, 这个就是答案。 好,还有呢,科幻小说,科幻那个, 科学幻想小说,其中有一句话说, 它是关于未来的科学方面的内容, 所以我们选项里面有一个, 科幻小说关于未来的科学, 所以答案是那个。 好,最后呢,说到了, 三国制里面的人物,曹操, 相信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 好,那这里有一个特别难的词, 一个包扁不一。 来,我们一起读一下, 包扁不一。 那包母孙的小, 清餐了的表扬, 扁呢,批评, 不一呢,不一样。 那它的意思是, 对一个东西或者一个人, 一个事情的评价不一样。 有人说好, 有人说不好。 那么我们听到, 后人对曹操的评价, 包扁不一。 那, 马上给考试的时候, 我听不懂包扁不一, 但是后面的内容有, 有人说, 有人说, 有人说曹操好, 有人说曹操不好。 那么答案是, 评价不一。 选项里面有出来, 曹操, 后人对曹操的评价不一, 这个就是答案。 好, 然后呢, 第二个种类是论述文, 那其中有一个题关于酒精, 喝酒酒精。 好, 有一句话说, 有的人喝酒以后呢, 发现说外语说得特别流利, 那说明什么? 酒精呢, 对外语的表达有帮助, 但是前面有一个条件, 少量的酒精, 对吧? 少量的酒精有助于外语表达, 这个呢, 是答案。 好, 还有一个题呢, 比较简单, 现在学生的问题, 学生的压力大, 那这个呢, 是在短文最后一句话出来, 所以呢, 大家有的时候特别注意, 短文的最后一句话, 出来答案。 好, 第三种呢, 这次考试有出来流行语, 还有速谈俗话, 那其中有一个题, 神曲, 相信大家对这个题有印象, 神曲, 母孙的熊, 神, 神奇, 曲呢, 歌曲, 新鸡安努类, 最近流行的词, 神曲, 那么ABCD都是一样的内容, 那我们特别注意后面的部分, 他有说到神曲的节奏轻快, 节奏轻快, 那那个就是答案。 还有呢, 有一句俗话非常难, 但是我们注意, 俗话里面有一个词, 瓷器活, 哦, 瓷器是什么? 土甲鸡, 土甲鸡啊, 活呢, 一个干活的活, 一个呢, 工作, 对吧, 瓷器的工作, 那么跟什么有关呢? 选项里面有一个句词, 句不是什么意思哦, 特别拿的, 特别拿的, 词呢, 瓷器, 所以我们看到, 瓷器跟词有关, 所以这个俗话呢, 跟句词有关, 这个呢, 非常难, 能够做对的同学呢, 非常不容易。 好, 最后呢, 幽默的或者有意思的小故事, 或者笑话呢, 在这次考试中呢, 没有, 哦, 没有,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听力的第二部分, interview, 采访, 那这次考试的采访呢, 有关于教育专家的采访, 我们有听到教研组长, 教研呢, 一个教学研究, 对吧, 组长, 领导, 好, 其中有一句话非常难, 拧成一股神, 哦, 是什么意思, 一个拧成一股神, 这个呢, 也是一个苏坦俗话, 它的意思呢, 团结, 团结, 所以选项里面有一个团队意识, 那么答案是这个, 从事教育工作很多年, 大家注意啊, 这个词从事什么什么工作, 从事呢, 从事呢, 好, 第二个interview呢, 是关于企业的管理者, 那关于饭店的企业, 高层的管理者, 有一个词, 待遇, 我们一起读一下, 待遇, 待遇呢, 一个提务, 提务啊, 有一个问题问, 这个企业为什么能够留住员工的原因是什么, 那待遇好, 待遇好, 还有呢, 问到这个女的怎么样管理好企业, 怎么样管理好企业, 女的说了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 人事, 银撒, human resource, 人事, 还有一个呢, 财务, 管好这两个方面, 所以选项里面有出来, 管好人事和财务, 这个就是答案, 好, 最后呢, 关于女的, 我们可以知道什么, 在采访中, 女的有说, 坚持先交朋友, 再工作, 再合作, 所以呢, 这个选项对, 坚持先交朋友, 以后呢, 再工作, 好, 第三个采访是关于运动选手的采访, 我们听到这些词, 特别注意啊, 赛季, 比赛的赛, 比赛冠军这样的词, 都是关于运动员, 或者呢, coach, 教练的采访, 那这次采访的运动员是排球运动员, 所以出来羽毛球, 不对, 应该是排球运动员, 好, 其中有一个词, 老队友, 队友是什么, 大家一个队的朋友, 有一个问题问, 他为什么选择去那个队, 因为他想和老队友呢, 合作, 对吧, 一起战斗, 合作, 所以老队友, 重要的词, keyword, 好, 还有呢, 有一个问题问, 他们这次比赛没有得到冠军, 没有得到冠军的原因是什么, 女的说, 没控制好心态, 我们听到keyword的控制好心态, 没控制好心态, 这个是原因, 接下来我们看听力的第三部分的问题, 刚才老师说了, 听力第三部分非常难, 因为出来很多学生不了解, 不熟悉的内容, 我们来看有一篇文章关于国际空间站, 国际呢, 国际, 关于国际空间站, 下列哪项正确, 有一个选项, 多国建造维护, 多国呢, 多个国家, 所以这个是答案, 好, 还有呢, 说到关于这个空间站, 下列哪项正确, 他有说到, 在宇宙中可以停留几个月, 所以停留几个月呢, 对的, 还有一个问题呢, 关于这个空间站, 绕地球飞行一周, 需要多长时间, 我们在听力里面听到90分钟, 那么90分钟呢, 也可以说一个半小时, 所以选项里面出来一个半小时, 这个是答案, 好, 还有一篇呢, 非常难, 关于医药学, 关于脏医药育法, 那么有料哦, 一个药育法呢, 简单的说就是用药洗澡, 在药水里面洗澡的意思, 好, 那么哪些人不适合这种方法, 我们有听到高血压患者呢, 禁止, 高血压患者呢, 不能用这种医学方法, 所以这个高血压患者是答案, 好, 还有一篇呢, 关于奖金, 什么奖金, 年终奖, 一年最后的奖金, 这个是说, 在古代呢, 就有年终奖金, 好, 那第三部分呢, 非常难,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阅读, 阅读第一部分, 选错句, 在老师上课的时候, 老师给大家准备了14种错误的类型, 那么在这次考试中, 出来了这些黄色的部分, 黄色的都是这次考试出来的错误类型,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 将近20多年过去了, 大家都老了, 那错在哪里, 大家注意, 将近和多不能一起用, 将近是什么, 快要达到, 但是还不到, 跟那多呢, 一个超过了, 对吧, 所以两个词一起用呢, 矛盾, 所以, 伦理上不对, 那么正确的句子应该怎么说, 可以有两种, 第一种, 我们只用将近, 将近20年过去了, 或者呢, 我们只用多, 20多年过去了, 或者说将近和多呢, 只能用一个, 哈纳满, 只能用一个, 如果一起出来呢, 这个是错的, 好, 第二题, 书中介绍的内容, 全部均为作者, 亲身经验, 好, 错在哪里, 全部和均, 错了, 这个字读均, 原来呢, 平均的均, 那有给均无数的小, 都的意思, 都, 老师上课有说过, 均一个字呢, 都的意思, 那么, 全部也是都, 均也是都, 所以呢, 意思重复了, 那么怎么改呢, 两个办法, 我们或者用全部, 为, 为的意思就是是, 为呢, 没问题, 或者呢, 我们用均, 均为, 所以全部和均呢, 我们用一个, 一起用呢, 不可以, 好, 还有一个题, 我们看一下, 空气净化器, 这个是主语, 对吧, 能, 准化空气, 减轻雾霾, 一个雾霾呢, 微声文字, 雾霾的作用, 好, 这里有, 不做过, 有主, 空气净化器能, 点点的作用, 没有什么, 苏楼, 没有苏楼, 所以我们应该在这里, 加上一个苏楼, 那么, 怎么改呢, 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 你们加上苏楼, 有什么的作用, 可笑, 空气净化器, 有净化空气, 减轻雾霾的作用, 或者呢, 如果我只用能, 那么, 后面的作用呢, 背骨去掉, 空气净化器能, 净化空气, 减轻雾霾, 作用呢, 背骨去掉, 好, 我们再看五十次题, 淡季票价, 比旺季票价, 旺季是什么, 生素季, 淡季呢, 比生素季, 这个是盘定吗, 淡季, 旺季, 盘定吗, 好, 那么, 淡季票价, 比旺季票价, 下降, 下降一倍, 这个倍呢, 用错了, 他那我用, 为什么, 我们注意, 倍呢, 不能用下降, 下降的时候, 不能用倍, 那么, 我们先看, 正确的句子, 应该这么说, 下降一半, 或者呢, 下降百分之五十, 这个都可以, 那么倍怎么用, 好, 老师说一下倍的用法, 倍呢, 一定是多的时候, 或者高的时候, 我们用倍, 也论得到增加几倍, 增多几倍, 多了几倍, 提高几倍, 上升几倍, 所以, 这样的动词, 我们才能用倍, 哦, 下降, 减少, 降低, 这样的词呢, 不能用倍, 所以以后, 如果再出来这样的问题, 大家check一下, 倍的问题, 下降以倍呢, 一个特令文章, 哦, 好, 五十五题呢, 可能有点难, 我们看一下, 我国出产的水果产量, 将出口到邻国, 这句话的主语是什么, 我国出产, 出产的生产的意思, 好, 到后面的名词是猪, 水果产量, 一个主, 产量是什么, 生产的量, 生产的数量, 将出口到邻国, 出口呢, 出出来的, 到邻国呢, 邻居的国家, 外国, 好, 产量出口到邻国呢, 一个安对哦, 产量呢, 是这个数量, 数字, 不能出口, 对不对, 应该是什么出口, 应该是水果出口, 所以呢, 我们应该把产量, 被去掉, 我国出产的水果, 将出口到邻国, 所以这个产量呢, 不能出口, 好, 最后我们看一下五十六题, 五十六题里面有, 如果还有因此, 对不对, 不对, 如果因此不能一起用, 所以这个, 那我们看一下句子, 如果要推荐, 推荐首尔的著名景点, 因此南山塔是很好的去处, 如果因此不能一起用, 那如果应该跟什么一起用, 那么, 就一起用, 所以这里我们应该换一下, 如果要推荐首尔的著名景点, 那么南山塔是很好的去处, 好, 所以, 也是常常出来的错误, 如果在老师的课上, 有认真听课的同学, 还有回家复习, 好好复习的同学, 那这次阅读第一部分呢, 应该能够做对一大半以上, 好, 接下来我们看阅读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呢, 还是关于词汇搭配的问题, 这些呢, 都是考试中出来的词汇搭配,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关于动词的搭配, 跟老师一起读一下, 表达感情, 或者呢, 表达自己的情绪, 还有恶化, 恶化是什么, 越来越不好, 越来越了, 病情恶化, 或者呢, 睡眠质量恶化, 好, 喷发, 喷发呢, 一个火山喷发, 一个固定的用法, 火山喷发, 固定的用法, 好, 还有, 遍布, 遍布母孙的小, 很多, 分布很广, 到处都有, 那, 越来越了, 咖啡店遍布, 在韩国, 咖啡店遍布, 很多, 那, 遍布我们用的时候, 后面还可以加上地区, 遍布什么地区, 遍布全国, 遍布全世界, 遍布, 好, 他们恢复, 恢复卡的, 恢复健康, 恢复正常, 常用的搭配, 好, 还有呢, 据什么什么记载, 固定的一起用, 据什么什么记载, 一般呢, 跟历史有关的, 历史资料, 或者文献, 对吧, 记载, 好, 收藏呢, 苏吉巴达, 收藏文物展览品, 还有倾向于, 大家注意, 这个于一起用, 三个字, 倾向于一起用, 无顺的使用, 比较喜欢, 比较喜欢的意思, 我倾向于看外国电影, 比较喜欢的意思, 好, 最后, 保持, 保持亲切的态度, 还有呢, 保持微笑, 好, 下面我们看, 形容词的搭配, 形容词呢, 比较少, 这个词特别注意, 清澈, 清澈, 大家看, 都是三点水, 可巧, 三点水, 所以它形容水干净, 水干净, 所以海水, 河水, 湖水, 干净, 我们可以用清澈, 对不对, 清澈, 好, 还有呢, 我当声音, 响亮的声音, 对吧, 响亮就是响的意思, 还有呢, 惊奇, 惊奇呢, 又吃惊又奇怪, 所以, 让人感到惊奇, 那一面哦, 令人惊奇, 好, 最后呢, 明显, 症状, 症状呢, 生病的成长, 症状并不明显,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名词的搭配, 有一个词, 见解, 见解呢, 一个人的性感, 想法, 减烈, 见解, 那见解不同, 那里面有不同的见解, 都可以, 还有呢, 基础, 基础, 这个非常重要, 老师上课的时候也一直说, 基础的动词是什么, 打下基础, 因为基础在下面, 对不对, 打下基础, 还有, 很用撒注意, 坚实的基础, 坚实那个, 打下坚实的基础, 大家可以背一下, 可能以后还会再出来, 好, 最后呢, 成语, 在这次考试中, 只出来一组, 四个成语, 比较少, 那一般的考试呢, 可能会出来三组左右, 这次考试的成语呢, 非常少, 那这里有一个词, 众所周知, 母孙的形容, 众, 三个人, 一个大家, 对吧, 周知呢, 都知道, 都知道, 所以,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意思, as we all know, 众所周知,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阅读的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的第一篇, 71到75, 老师觉得呢, 比较容易, 这个是关于一个足球队, 特殊的足球队, 特殊的足球队, 什么特殊呢, 他们的眼睛看不见, 眼睛看不见的人, 叫什么人, 一个盲人, 盲人, 所以, 关于盲人, 足球队的内容, 好, 那么做题的方法, 有两个, 第一个, 扬掉了, 根据关联词我们来选择, 我们看文章里面有一个句子, 但, 但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 但跟什么一起用, 虽, 虽然, 所以, A,B,C,D,E, 里面出来, 虽然, 我们马上就能选, 对吧, 虽某某但, 虽有疾病, 但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 一个意思呢, 也是符合的, 所以这个呢, 非常确定, 答案, 第二个呢, 方法是什么, 根据文章的内容, 前文, 后文的内容来选择, 这里有个句子, 由于是盲人, 由于是什么, 因为, 对吧, 题词呢, 文影, 原因, 原因是盲人, 刚才老师说了, 盲人的意思是什么, 看不见, 眼睛看不见, 那么结果是什么, 他们总是发生碰撞, 碰撞是什么, 不得起的, 因为看不见, 所以发生碰撞, 那么答案是选这个句子, 好, 还有呢, 听见什么什么的声音, 文章里面有一个词, 登声音, 声音, 但是前面没有同仨动词, 所以ABCD里面出来, 有一个听见做动词的句子, 那么我们马上就能选听见什么的声音, 这个也是一种搭配, 好, 第二篇文章呢, 老师觉得有一点点难, 特别有两到三个选项呢, 比较难, 好, 这篇文章是关于人们为什么要工作, 人们上班的理由, 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问题, 问为什么, 后面经文, 为什么, 那么后面有一个空, 空格呢, 我们应该选一个句子, 回答是, 对不对, 前面是一个经文, 问题, 所以推荐, 回答是, 我们应该选这个选项, 好, 还有一个句子, 上班是为了赚钱, 赚钱, 重要的是什么, 钱, 钱, 那么后面的文章的内容呢, 老板用金钱来奖励职员, 奖励呢, 藏留下的, 奖励职员, 所以前面有钱, 后面的选项呢, 出来金钱, 一个内容是符合的, 好, 最后一个句子, 人们本来不喜欢上班, 有个不喜欢上班, 失了, 不喜欢, 所以呢, 后面的句子应该选什么, 哦, 总想着逃避, 逃避, 一个, 突批阿达, 突批阿达, 所以不喜欢上班跟后面的逃避呢, 符合的, 哦, 所以我们选这个句子, 好, 在做阅读第三部分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 就是关于杨雕了, 根据关联词来做题, 这次考试也出来了, 哦, 但是这次考试呢, 只有一个题, 那一般的考试呢, 最多可能会出来三个关联词, 哦, 这次考试又出来这个, 叫虽然A, 但是B, 哦, 如果有听老师的课的同学呢, 马上就能选, 那除了, 虽然A, 但是B, 还有一些常用的关联词, 哦, 比如说, 不是A, 而是B, 只要A, 就B, 即使A, 也B, 或者呢, 无论不论, 不管A, 都B, 也B, 这些呢, 常用的, 当然呢, 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更多的内容, 哦, 我们上课的时候呢, 都有说到, 好, 这个非常重要的, 对于阅读第三部分来说的, 哦, 做题的技巧,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阅读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呢, 也非常难, 有的同学呢, 哦, 很多同学一个时间不够, 哦, 来不及做完, 那第四部分出来的五个文章, 哦, 关于主题呢, 关于这些甲骨文, 对吧, 昆虫, 哦, 或者一种植物, 还有呢, 寺庙等等的内容, 哦, 这个都非常难, 那老师就说两个题, 第一个题, 牵移发而动全身, 哦, 是什么意思, 注意这个字发音呢, 发, 发是什么, 头发, 哦, 你的一根头发会动全身, 全部的身体, 所以它的意思是, 改变很小的部分, 但是呢, 会影响全部, 所以有一个句子, 哦, 一个生物的消亡呢, 会影响别的生物, 那个是答案, 好, 还有一个题, 哦, 奥秘, 奥秘, 哦, 老师上课的时候一直说, 奥秘是什么, 新笔, 新笔, 那么在文章当中, 奥秘是什么意思呢, 这篇文章是关于一个植物的种植, 植物, 哦, 关于小麦, 米尔, 小麦, 哦, 文章当中有一个词, 播种, 它中还打播种, 那它的差不多的同一词是什么, 种植, 都可以用在植物上面, 播种, 种植, 差不多意思, 那么选项里面有出来植物的种植技术, 这个就是答案, 哦,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书写部分, 那这些呢, 是常常出来的书写出题的趋向, 那在这次考试中出来的是名人成功的故事, 那什么样的名人呢, 运动员, 运动选手的故事, 或者也可以说是现代的故事, 好, 那老师整理了一下这个故事的内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跟你写的是不是一样, 差不多, 哦, 我们看一下人物, 哦, 这篇文章呢, 开始的时候人物的名字比较多, 哦, 有三到四个人的名字, 那有的同学啊, 头疼, 哦, 没关系, 我们只要记最重要的那个主人公的名字, 三个字, 哦, 他的名字最重要, 那, 曼尼给如果我真的不能记他的名字怎么办, 那你们就写他, 没办法, 他, 哦, 还有呢, 他的父亲, 他的哥哥的名字呢, 不记也可以, 没关系, 哦, 只要写他的父亲, 他的哥哥就可以了, 哦, 他呢, 更重要, 好, 那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呢, 主要是他和父亲, 哦, 哥哥, 还有前世界冠军呢, 不是主要的人物, 只出来一句话, 所以呢, 主要的人物是他和父亲的故事, 好, 那么, 这篇文章, 我们怎么整理, 怎么缩写, 有一个办法, 哦, 文章里面出来很多时间的词, 时间的词, 我们呢, 背时间的词, 然后呢, 时间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哦, 很容易就能背, 很容易就能记住, 哦, 那我们一起来整理一下, 开头呢, 他父亲热爱羽毛球, 嗯, 然后呢, 从事教练工作, 这个呢, 是排弹, 鸭鸭排弹, 好, 后面关于他的故事, 一共出来六个, 六个事情, 好, 我们先看, 第一个, 他什么时候出生的, 文章里面出来, 1973年他的哥哥出生, 三年后他出生, 哦, 有东学算, 1970年不用算, 老师告诉大家一个方法, 你们可以说, 70年代就可以了, 对哦, 从1970到1979, 都是70年代, 所以不用记, 仔细的记, 1970年不用, 你们只要写70年代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出生, 对不对, 他出生, 出生以后呢, 父亲培养他, 对吧, 培养他的, 培养他这个动词, 好, 第二个时间呢, 童年时, 或者呢, 小时候, 小时候, 哦, 这里出来, 他和哥哥只做一件事, 哦, 母亲, 什么事情呢, 练习羽毛球, 哦, 练羽毛球, 没有玩, 没有玩具, 只有练习羽毛球, 好, 第三个事情, 时间, 四五岁时, 他的父亲, 带他去拜访, 拜访谁呢, 前世界冠军, 哦, 以前的世界冠军, 然后在他的家里, 哦, 他看到了很多奖牌, 金牌, 奖杯, 他一直盯着看, 然后呢, 父亲问他, 哦, 这个奖杯什么做的, 他说, 金子做的, 那么, 重要的是什么, 父亲说了, 这里面包含了汗水和努力, 汗水和努力, 你只要苦练, 苦练是什么, 辛苦的练习, 哦, 以后你也可以得到这个奖牌, 好, 所以他听以后呢, 更加努力的练习, 好, 接下来第四件事情, 你们可以用有一次来写, 有一次呢, 他生病了, 但是呢, 他从医院回来以后, 坚持训练, 哦, 父亲看到了, 但是好像假装不知道一样, 那说明父亲呢, 是一个严厉的人, 严厉的人, 好, 然后呢, 出来哪一年, 1994年, 哦, 他参加了大赛, 他打败了排名第一的名将, 名将呢, 游民的运动员, 那文章里面有一个词, 四个字, 有同学不知道他的意思, 但是可以猜一下, 意思是打败, 打败了这个世界第一的名将, 好, 最后一个时间呢, 是这个2000年9月, 那这一天呢, 对他有重大的意义, 为什么呢, 他获得了大成功, 文章里面出来的是什么, 大满贯, 大满贯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你们就写大的成功, 获得了大的成功, 他很高兴, 很激动, 所以他打电话, 报喜, 报喜, 母孙的小报呢, 报告, 喜呢, 存搜喜, 好的消息, 他给父母打电话, 报喜, 但是父亲呢, 回避, 不听电话, 为什么呢, 父亲害怕感动落泪, 所以父亲回避, 为什么呢, 父亲想保持严父的形象, 严父呢, 一个严厉的父亲, 严父的形象, 好, 那六个事情, 如果大家都能记住, 能够写下来, 那么这个文章呢, 基本上没有问题, 好, 最后, 麻木里, 我们看一下, 父亲把他培养成了世界冠军, 好, 那这个文章的大概的内容呢, 是这样的, 嗯, 我们今天3月23号的考试的总评到这里, 那今天参加考试的同学们呢, 辛苦了, 那下次考试的时间是4月14号, 如果要参加下次考试的同学们呢, 抓紧时间, 好好准备, 因为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嗯,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那大家可以在黑客斯学院, 除了学习HSK的课以外呢, 还有可以参加考试, 大家可以去官方指定的HSK考试的中心去报名, 好, 那我们今天的总评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